白色修旅車正逃離砂石場 但下一秒怪手霸起攔阻 機械手臂用力一砸 車頂板筋瞬間被壓扁 這時副駕駛座車窗伸出了一隻手 原來裡頭有人 男子這時從車窗裡逃出來 連滾帶爬 倉皇逃命 這畫面簡直比電影還像電影 怪手攔車還用挖斗砸車 白色修旅車像是紙糊的一樣 瞬間被壓得扁扁 車上兩名男子跳車逃命 恐怖過程全被監視器拍下 把時間往回拉 當時帶頭的四十歲魚姓男子 烙人持槍到砂石場辦公室 要脅勒索五百萬 反倒被業者轟出來還潑辣椒水反制 一行人嚇到四處逃竄 連槍都掉在地上 砂石場闖入多名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 朝屋內射擊兩槍 後隨即駕車逃離 事發地點就在苗栗這間 砂石場警方調查四十歲魚姓男子 上門勒索籌措跑路費 被砂石場業者回局後 不甘示弱烙人亮槍 但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不但潑灑辣椒水退敵 還開怪獸襲擊砸車 監視器完整曝光 十槍勒索討錢一毛錢都沒要到 還被潑辣椒水 甚至車被砸爛 狼被落網踢到鐵板 記者彭智民參觀 任務彭馨苗栗報導